左营的河群新城居民开始入住 但是社区当中连一个超级市场都没有 不但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机能 连出入都很不方便 议员就替居民抱不平了 希望市府能够尽快的协助改善 市长陈局表示 所有的问题都是卡在军方不好协调 希望立委能够出面帮忙 由海军眷村改进的河群新城 最近开始有居民陆续入住 但多达两三千户的诺大社区 别说传统市场了 就连一家超级市场都没有 同时因为工程款高达27亿元的 新台17线还没有建 居民连进出都很麻烦 周中战议员说 这里住户都是海军的老同事或眷属 但住在这个社区 却只能想半套待遇很不公平 他们讲的不止那个台17线 新台17线要开 这绿地我有拜托我们这个 南局长说这边也跟国防部那边 这边当然是国防部的地 但是住在这里的人 如果买东西买东西买菜池 我说很吃了 没有一个超级 我说自己只要你用这卡帝 却调国防部 不只是新台17线市场 我买东西的一边也没有7-11 也没有其他什么 当然你7-11最少 那一间三千几盒 三千几盒 要一间7-11更好 陈局表示 核群新陈的问题他都了解 但问题不是市府不想解决 而是国防部有沟没有通 而军方也很难商量 如果军方那么容易沟通 我们就实在是 很合适的 跟单位置都很难参照 所以说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关系到很多建村 千里的大楼 他们的生活环境空间品质 如果国防部同意 我觉得我们精华局 应该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就地 有让人买菜 让人生亡 较方便定 陈局希望立委能出面 带与军方协调 同时新台17线工程款实在太高 也希望中央能够易逐帮忙 港东新闻王介石 刘志善采访报道